我的乞丐就疼 上楼下楼 你是不是就上楼下楼疼 下楼最疼 上楼会好一点 走平路轻一点 对吧 你听啊 这是老祖宗 在皇帝内经里 2500年前老祖宗给留下的这个方法 这个是 手心这里啊 劳工穴 劳工穴在你赚钱以后 中指指的地方 就是劳工穴 对吧 劳工穴对准这是冰骨 最高的地方是冰骨 这样打 那样打没用的 你这样打没用的 一定要这样打 我跟你们讲为什么要这样打 你们孩子小的时候不听话 打过孩子屁过吗 打过吧 打了他会怎么样 会红 为什么会红 血聚过来了 血聚到里边了 聚到这里了 血就来保护来了 知道吗 那如果我们这么打 能用的 血聚不过来的 要血聚过来 再说 你为什么会疼 你们吃猪骨头都知道吧 猪骨头 它有软骨 对吧 软骨之间有润滑液 我们年龄大了 润滑液很少了 甚至没有了 你软骨跟软骨摩擦 所以你就疼 知道吗 这么打的目的是什么呢 是把血聚过来 血就会分泌出这种营养液 就会保护我们的 就会保护了 对吧 我呢 两年多的乞丐疼 我最后打了四个半月 我好了 我每天都在 没完的做 反正没有副作用 又不要你们花一分钱 对吧 有时间就做 这样 这样 对吧 这是一个动作 这是一个动作 第二个动作呢 就是这样 你如果怕站不稳 你可以靠墙 我都没有 就是不是站桩 但是比 就是这样 很简单的 咱们这个年龄的 都不要站桩了 不要爬山了 太伤乞丐 对吧 就这样 你能站多久 站多久 你一天能站多少次 站多少次 就这么两个动作 我坐了四个半月 我的腿 上下楼 我现在可以上楼 我坐五楼 我可以跑 半顶 我今天买了不少东西 我那个车 我一拎就 蹬蹬蹬蹬 我就上去了 我现在的腿 上楼下楼 我都可以跑 对吧 所以呢 你们只要坚持 不坚持 因为你不是一天得的病 你想几天就好了 那不可能 我都可以上楼 这个纹 你呢 我每次需要